保险市场又面临了一波抢购潮 这一次有五间的保险公司 超过二十张的保单决定在 六月底之后就停止贩售了 其中最多的保单就是 十之十步医疗险 还有意外医疗险 因为金管会宣布了 七月以新制上路 避免保险沦为赚钱的工具 未来如果要以正本理赔之外 还要采取损害填补原则 我们是直接做定额的给付 业务员仔细张解保险条约 所有的医疗险的细项规范 通通忙离传本 不过近期各大保险公司 再度投出震撼蛋 保险市场最近又出现了 一波保单停售潮 有五间公司超过二十张保单 都即将在六月底前停售 包含十之十夫医疗险 意外医疗险还有失能险 他们都将停售了 那在七月一号新制上路前 恐怕又再出现一波抢购潮 本来买两份可以赔两份的钱 现在只剩一份而已 对啊 这样子 那当初买两份 就是为了得到更好的保障 因为有很多医疗是需要自费的 其实COVID 防疫险 那个也是一样 但是也是停售之前 大家会大肆铺船 那大家都会有一个抢购潮 所以只要有赚钱 有很小便宜的地方 我们大家零都会去抢购 七月一号新制上路后 十之十夫医疗险的副本 理赔也即将走入历史 更改游戏规则 也让尾端这一波保单停售 由不少民众想抢购 还有业者也发现客群 几乎都是中高龄人士之多 中高龄以上就是毕竟 他本身就已经有一些 相对年纪上的限制 可以透过一些所谓的保险的一些规划 去移转掉一些可能疾病或生病的这种风险 才能够避免去降低 就是去侵蚀掉你的退休金的准备 为了避免十之十夫医疗险 沦为赚钱的管道 金管会也宣布 理赔的总额 不得超过医疗费用的支出 七月期的保单 除了要以正本理赔还将采取损害填补原则 现在很多保险公司成本的概念 是越来越强的 所以这也会导致 其实不止医疗保险 其实很多的保单 也都过去都有陆续在停满 保险市场的大型变动 也让民众开始检视自己的保单 这一波下架潮 还得延续到六月底后 就将走入历史 也将成为保险市场的重大分水令 记者郭医生 陈英荣泰报道